我們今天 藍度路線算是有一點點升高 百K挑戰 不是只有平路 所以我們今天這路線算是三路加平路的練習 好像有點喘耶 爬坡好多喔 我覺得好累喔 掉路了 我就說我不行啊 OK 我們今天是百K練車計畫 應該算是挑戰前最後一次訓練 那最近啊 因為馮迪索算是練習狀況太好了 結果現在有一點太跩了 欸先進來先進來 我跟你講他最近啊 狀況算是還不錯啦 所以有一點太高傲了 我們今天藍度路線算是有一點點升高 今天我們即將從這邊是淡水出發 然後我們會往天原宮的方向 直接一路騎到算是山頂然後再下滑 我們從應該是三隻切出來 目標終點在石門洞 我們這邊去拍個漂亮的帥照 那邊石門洞有去過嗎 現在那邊櫻花很多啊 算櫻花季啊 我們在這邊賞個櫻花 因為你的百K挑戰不是只有平路 所以我們今天這路線算是三路加平路的練習 那等一下全長大概30公里而已 應該可以啦 算是最後一次模擬桃喔 沒錯 這次練習完下一次就是正式出發了 好啦 話不多說了 我們直接走了啦 走啦 走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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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表現騎得這麼快 現在不見人影耶 我們才剛出發兩分鐘而已 看來最近他是休息太久了 今天這個路線給他一個小小的魔鬼般的考驗 好不好 我們今天算是嚴厲執行沒有再客氣了 不然他的100K挑戰 我看了是膽戰心驚啊 快點快點 快點跟上 早上 早上明明就還很熱 現在突然變好冷 住這邊那麼近 突然沒有騎過車 有點喘 坐在這裡 好我們已經到天原宮 現在這邊也是知名的賞鷹景點 現在路上超級多人 然後我們才騎3公里 他竟然就已經落後我1公里 我已經看不到他的人了 所以只好停下來等他一下 不然等一下路線可能越差越遠 我們看一下他到底要多久才會來 好像有點喘耶 爬坡好多喔 我覺得好累喔 等很久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這邊等很久嗎 我不知道 你一定休息太久了 趕快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這樣沒練到出發了出發 OK算是第一段小上坡 哇 考驗結束了 接下來會有小段休息 待會兒會有第二次的考驗 目前里程大概才4公里多 今天的爬坡路段 大概會有間斷的8到10公里左右 希望他可以撐完啊 跟上跟上 出不出話了 怎麼那麼喘 然後一直追不上人對不對 現在已經遠到看不到人了 他不知道到底在拖拖拉拉什麼 上一次訓練還給我騎這麼快 想說他進步很多 看不到人啊 吃不完啊 好遠喔 他用隔龍走路的耶 走路牽車是怎樣 好久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我們已經下滑一段了 但我看它今天狀況不是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騎不完 等一下如果最後一個挑戰 那個上坡它騎的狀況不太好 好,我們今天就直接放棄了 現在還跟不上 OK,OK,OK,OK OK,OK,OK,OK OK,OK,OK 好累喔 不要錄了可以嗎 不要錄了 真的 我就說我不行啊 不可以嗎 不好意思 謝謝 和你 可以先不要錄嗎 太沒有毅力了 休息一段時間之後 叫他自己去運動他都沒有去 根本就整個現在是歸零的狀態 我這邊已經等了大概有快十分鐘了 結果現在竟然走得上來 這個波也沒有多難啊 都已經快到了 我看今天差不多這樣 他應該騎不完 算了我們就折返吧 差不多啦 結尾結尾啦 我交車回去 對啊 騎不完啊 18公里就撐不住了 也不過休息了幾個禮拜 我對他這樣是有點失望 原本想說這樣的狀況去挑戰100公里應該是非常有機會 但 現在看起來有點無望 所以 我回去應該會把我的訓練台寄到他家啦 然後過年這段期間 就要好好每天踩台鍛鍊一下 他現在也 耍脾氣啊 叫計程車已經走了 好吧 那我們這個企劃只能過年後 繼續執行 過年後我們早一天 繼續挑戰這100公里的挑戰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結束喔 我是你的嘉楊之類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嘿 你們還要吃嗎? 我们下期再见